你知道他现在离谱到什么程度吗 真不把自己当外人啊 一个电话打给我 告诉我 今晚我要吃什么吃什么 菜谱都给我念出来了 就他那哥们给你打电话 对 是的 怎么了 我成你俩保姆了呗 不是 阿恒我俩认识十多年了 我们俩感情你也知道 那我没有必要 因为你我就跟人家断交 你幼不幼稚啊 我问一下 你那哥们有女朋友吗 没有 那你说 那他每次来咱家 跟你说 想吃这个 想吃那个 他拿我当哥们 自然也不拿你当外人 我觉得说这些 无所谓的呀 而且他每次来咱家 不也不是空手吗 他也拎东西过来呀 那怎么了 我就是不喜欢这个男生 哎呀 挺累的啊 是 我都跟他这个事 都吵过好几次了 现在等于伺候两个男人呗 对吧 是啊 那你说过不过分吧 那是天天来你们家盛饭吗 一周来几回 一周最起码来四五回吧 那基本上就是天天了 是啊 他没事就过来 这就是下了班 然后俩人就过来 其实我觉得你应该跟阿亨一样 选择单身呢 因为我这个人比较重情义 重这个友情 然后我就觉得 虽然两个人在一起了 但冷落以前的朋友 我觉得也是不太合适的 而且我一个女生在家 你们两个大老爷们儿 你觉得我一个女生 能方便吗 严重影响我们俩生活 那你 行 你要觉得影响你生活 那你让我们两个单独出去玩啊 然后你还不乐意 就会有自己朋友 亏你还好意思在这边提 你自己想想 你每次跟人家出去玩 就在那边乱吃 知道吗 他平常在家的时候 嘴啊 就跟泳动机一样 不停地吃零食啊 哎呀 那家里面两筐零食 全是他的 下班回来 第一件事就是拿零食 拿完零食就是坐到电脑桌面前 开始玩游戏 然后呢 我饭做好了吧 我说过来吃饭了 然后他就说 哎呀 我吃零食吃饱了 不想吃了 基本上每次都这样 那你说 我第一不出烟 第二不喝酒 我觉得我就比很多男的 这个不良习惯少很多 那我就爱玩个游戏 爱吃个零食 你把这俩东西都给我剥夺了 我不知道我活还有什么乐趣啊 看看他吃那些高热量的零食 油炸的 对不对 还有那个饮料也是 那个高糖分 你觉得这个对你身体的伤害 能比抽烟的喝酒少到哪去啊